美農康兒堯收到 西山美農六歸地區 將近20位的學員 這些學員背後的家庭故事 都是非常的坎坷 火災當下 小孩子看到教室都燒了 他們第一時間 都要去搶救他們的書包 他們的作品 他們進入火場 對這一個教室他們的情感 非常的深厚 每天都要來這邊上課 來這邊學習的地方 我們一工團把它再重現 我的父親就是創辦人 他非常愛台灣這塊土地 我想要繼承他的遺志 然後也剛好遇到了有理事長 結果很多的案子非常好 都是為台灣這塊土地 而且是為弱勢團體做的一些公益服務 他們搖 大概兩個月前理事長來跟我提到 他們搖不燒掉還是很可憐 他們是來自天堂漫廢的見識 他們雖然不善用臉子表達情感 而且他們很勇敢 也沒有像命運低頭 這樣子的方式 才能夠活出他們自己 就像我最近講的 我們有能力 我們就要為台灣這塊土地 多做一些 沒有什麼 為什麼要含而搖 是因為我覺得 有需要我們就過來 非常感謝這些特教老師 志工 無限大的耐心愛心教育 教導他們 克服身體上愛 製作淘氣 手拉胚 手工香皂 自力更生 沒有靠別人 作為他們的收入來源 他們們雖然慢飛 卻是永遠不像命運低頭的勇士們 每一次 林小姐在我車上 或是在每一次的協調會 每一次都叮嚀我 以前她的爸爸就跟她講 不管是幫助別人 幫助弱勢 或是當有疾難的時候 你一定要幫對象 那個錢不是刷在那裡 你一定要很慎選個案 所以這幾年來 我相信希望一工團 沒有給過她失望一次 每一次談她爸爸的時候 她的眼淚 每一次都跟我講 她不要讓她爸爸失望 如果需要她的地方 她會全心全意的贊助 所以我每一次在里建市 開會的時候 我都跟我們的幹部講 我們要珍惜 捐款人的每一分錢 應該花的 我們一毛錢都不會節省 但是不應該花的 我們一毛錢都不應該浪費 講到我的父親 我還是很感動 我爸爸在世的時候 從我們小時候 他就要教育我們 他我們這位穿粉紅色的 我們公司的陳經理 我的父親非常賞識他 每次在開會的時候 可能有一二十個人 我的父親不會去罵員工 他永遠罵我 我每次都被他罵得莫名其妙 我都會到辦公室去哭 然後我們這位經理很善良 他告訴我一句話 這句話是等到我父親走了 我才體會到 他說 你爸爸愛你們 他不捨得 他也不想要去罵員工 他覺得員工只要是聰明的 他知道這些話 其實是對著員工說的 不是對你說的 可是在當下 我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在十幾個主管面前罵我呢 我覺得我有自尊啊 但是我父親已經去世明年就十年了 在這十年當中 我非常感念他 也感謝他 因為我覺得他非常非常非常偉大 他非常愛台灣的這一塊土地 真的 他說他很忙 所以他都沒有辦法到各地方去走一走 那我覺得他走了以後 我也很榮幸的遇見了游理事長 然後我覺得游理事長真的是一個剛正不額的人 那我就跟理事長說我跟你配合 我也知道這些義工團夥伴們真的很棒 你們要來做義工 留著汗水 還要繳錢 還要繳保險費 還要繳吃飯錢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容易的 40度的天氣 我們都躲著他們憑著他們的愛 也是為台灣這塊土地 想要多做一點事 我覺得我希望 我也知道我爸爸在天上看到了 女啊 你做對了 人純粉 分別 無線 NIH 家 媒 柱 就